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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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这量还远远不够啊 看来还是得去他们家逛逛 哼 挺气派啊 不愧是胡阳城最大的药材店 话说我和他们家还挺有缘 揍完他们公子揍长老 欢迎光临 请问需要什么药材 展规的 我可是大生意 要请你们主事的出来谈 大生意 不知道阁下怎么称呼 铁骨铮铮派 君长孝 你就是打了我们少爷 还打了长老的君长孝 愣着干什么 快去叫人呐 看来是要叫人来找回厂子 我就知道在你们家谈生意没那么简单 呃 掌柜的 你说的叫人 是给我准备差点的意思啊 嘿嘿嘿 那是自然 我爱将开门做生意 遇到大主顾肯定好生伺候 哈哈哈 君长们 好久不见呐 嗨 长老 我还担心我们之前的不愉快 会让你不做本座的生意呢 君长们说笑了 消息都传开了 你小子单挑了灵犬宗 还碾牙了九品五徒秦梦主 妥妥的武师实力啊 谁敢喊你冲突 我们是不打不相识啊 不知君长们具体想做什么生意 这上面所写的药材 你们爱家有多少 本座要多少 呃 君长们 你这药单若是全拿下 可是价格不菲 比如 这最贵用的地花之叶 我家有两百多株存活 地花之叶可是气悬丹的主要 两百多株就是两百多颗气悬丹啊 这爱家 果然是财大气粗 军长们 这些药材 我给你打个折 也需要十万两 哈哈 钱不是问题 打劫完山贼 本座最不缺的就是钱了 那我稍后就安排 送货去鬼派 看这些药材 军长们是精通丹道 略懂略懂 正好我带了自己炼制的丹药 疗伤丹 不知道你们爱家 有没有兴趣收购 恕爱某直言 这疗伤丹是最普通的丹药 确实没什么油水可赚啊 军长们 我爱家并未对你不敬 你为何对我家掌柜下杀手 我好像没事了 你刚刚明明胸骨都碎了 难道 竟然真的瞬间痊愈了 这哪里是疗伤丹 这是仙丹呢 军长们 你这种疗伤丹有多少 我爱家收多少 如此神药价格可不低 本座的定价是一万一 一万一颗是吧 没有问题 快去钱庄 去十万现银做定金 是是 好悬啊 老子刚刚想说的是一万两亿平 万鹤的资本主义 快来跟钱废 就能够十分之眼 你快去红色 你快去红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